收音 大家好 我是胖爹 欢迎收看胖胖小屋场景赏 yay 这一次呢 要来介绍的是这个后像场景 首先呢 这个后像场景 胖爹要感谢这一次的委托主 胖爹因为家里发生一些事情 导致这个案件的时间有些拖延 那我的委託主也非常的棒 他讓胖爹有多的時間去製作這款場景 接下來來看一下這個場景的一些細節 首先來介紹冷氣的部分 冷氣呢 胖爹主要是用壓克力板下去製作 然後有牽一個類似水管的線 接著來看門的地方 門是可以開關的喔 然後這個水管也是胖爹純手工製作 所以你在外面應該是買不到這種形狀的水管 牆面的部分呢 胖爹其實是用類似這種撕下來海報的一個質感 然後再貼一個舊化的海報 那看起來就是比較現實 接著地板 地板就是用很多顏色上去製作 然後所以他看起來的擬深度其實是還蠻不錯的 接下來就是水溝蓋 然後還有一個柏油露的部分 這邊的牆面呢 胖爹主要是用一個後車庫的概念 就是我想說這邊是一個卸貨區 所以其實胖爹做的這個活油露其實是可以停放一台車的 如果你有1比12的貨車 我覺得停放一台車是沒有什麼問題 這場景其實蠻大的 那這上面的細節呢 就是在這個便電箱 延伸上來的水管 以及這個可以開關的小燈 另外一邊呢 比較重頭戲的是這個樓梯 這個樓梯呢 胖爹其實製作了一段時間 然後 它是磁鐵式的 所以你可以拆下來 然後這個就變一個空的牆 那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胖爹大概會講 這個樓梯呢 胖爹基本上都是用膠條膠板一個一個去黏的 所以其實製作的時間還算蠻長的 然後上面再做一些舊化啊 就形成了這個樓梯 接著呢 就來看這個地板的變體的部分 由於委託主想要做一個類似這種地鐵車站的一個場景 那 它希望能搭上原來的場景 於是胖爹呢 就把這個地板 重新做了一番 所以這個為什麼 這個原本是黏那個樓梯的 那 為了這個變體板 所以我這邊加了磁鐵 那你拿下來的時候 其實你拍照的感覺 就完全不一樣了 接下來呢 比較 做比較久的其實是這個樓梯的部分 那其實這個樓梯 你不要看 其實它是可以佔的 然後1比12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它其實是還蠻符合這個比例的 然後下去計算和製作 這個地鐵站呢 其實你參考實務的話 這個配色胖爹也是覺得蠻漂亮的 除了這個燈 找了一陣子之外 其實全體都是由胖爹用膠板全純手工具打造的 最後呢 我們換回原本胖爹最預想的場景 那這個其實是胖爹 花了非常久時間下去製作 以及花了很多腦袋去動 我要怎麼拍啊 怎麼拍它這個 前後的比例才會比較漂亮 當然呢 這裡面買了很多 小細節在這個裡面 不管是上面的顏色啊 還是上面這個紅磚的顏色 都不只是上一個顏色而已 上非常多顏色 花了胖爹蠻多的時間下去製作的 除了這個鐵梯 那個冷氣啊 水管的布線啊 包括這個 全部都是手工製作的 這個燈其實是買得到現成的啦 這個燈 所以呢 其實胖爹非常希望這個 假如說有人訂了胖胖小屋的場景之後 他的玩法其實不只一種 每一面呢 都可以成為你 心中拍照的一個玩法 胖爹也很歡迎呢 大家在下面留言跟胖爹做一個討論喔 這次呢 藏經賞席都到這裡 我們下一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